逆见狂神第7671章 真假星君 朱雀星猛了 各大神族的人都开始搜寻关于狂神的消息 很快他们得到了不少消息 神族的那些强者长老们眉头微微皱起 他们手中有一道卷轴都是关于狂神的消息 让他们震惊的是 狂神竟然是这个时代的人并不是荒谷的血脉 太不可思议了吧 没想到除了林无敌之外 这个时代还有这么强的天才 真是让人意外啊 也有人冷笑不许理会 这狂神是强 但是他不知天高地后得罪了龙踏天 根本不用我们动手 到时候龙族的龙踏天就会一脚将他踩死 一个没有未来的人不值得关注 没错 我们还是好好地研究一下 林无敌的消息吧 以后遇见他少不了是一场惊天大战 对了 通天河那边的情况也给我盯着 一旦有什么异动 立刻通知我 神族的这些强者们下了命令 朱雀星系 宇宙中的一方星系拥有一万的星辰 如果从九天之上俯瞰整个星系 就会发现这朱雀星系就仿佛一头展翅飞翔的神兽 而所谓的朱雀星就是整个神兽的心脏 朱雀星无比的古老可以追溯到荒谷年代 朱雀星上面的传承也很古老 此刻 在朱雀星上太古传承 有很多远古传承 也有一些传说 这里拥有荒谷的传承 只是现在环 没有开启而已 此刻 朱雀星上面的舞者 无比的忙碌 因为朱雀星上 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 这是一个少年天骄 年纪轻轻 但是 身份和来头 却大得吓人 对方来自于太虚龙宫 对方名为龙妃 这不是一般的龙族弟子 对方的太爷爷 可是龙天云 那在龙宫 可是顶级的真神 更重要的是 这龙妃的叔叔 是龙踏天 那是未来 能够成为神王的存在 朱雀星上面的这些舞者 虽然也有强大无比的 可是 和太虚龙宫一比 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此刻 他们都徘徊在龙妃身边 龙妃带着龙族的强者 强势而来 要在这里 建立自己的行功 根据这些人所说 龙妃应该是 未来朱雀星的主人 这可是 执掌星辰世界的存在啊 是天神一般的人物 朱雀星的这些舞者 怎么敢怠慢呢 就在这一天 朱雀星的外面 响起了阵阵的龙吼之声 传遍了天地 整个星辰 似乎都快速地晃动了起来 九天之上 风云变幻 天地意向凝聚 庞大的身躯 横扫天地 笼罩了苍穹 朱雀星上面的这些舞者 抬头望天 他们震惊无比 又有龙族的强者来了吗 这排场好大 甚至不比之前的龙妃弱 而且感觉 比之前的龙妃 排场还要恐怖 这究竟是何方神圣 来临了呢 有真神目光如电 他们望穿了虚空 这些强者们 愣住了 他们发现 在这些巨龙的身后 有着一辆辆战车 上面拥有 强大无比的龙道气息 是太虚龙宫的人 而且 来者极其地不凡 无数的舞者都惊呆了 随后 他们又激动起来 龙宫这么重视 他们朱雀星 说不定 他们朱雀星 会迎来一个黄金盛事 跟随在龙妃身边的 那些龙族舞者们 则是微微一愣 是谁啊 怎么又来这里了呢 看气息 似乎不像是他们 这一脉的人 天空中的战车 缓缓地停了下来 一名老者站了起来 他说道 新军 朱雀星到了 林轩睁开了眼睛 目光中 星辰闪烁 神秘之极 如今的他 是朱雀星君 终于来到朱雀星了吗 林轩也是站了起来 遥望这颗星辰 他感受到 一股苍老古朴的气息 似乎这里 隐藏了无数的秘密 不愧是从荒谷年代 就流传下来的 走吧 林轩打开了战车 从里面走了出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他就要在这里修炼了 这里将成为他的领地 随着林轩走出来 战车里面的 其他那些龙族舞者 也是纷纷走出来 他们屹立在天地之间 横扫巴荒 无数的舞者抬头望天 他们望向了林轩 震惊无比 他们看见了一个 极其英俊神武的年轻人 对方屹立在那里 就仿佛一个年轻的武神一般 对方身上的巨龙 竟然在脚下徘徊 这是多么强大的龙道力量 下方 一座辉红的电雨之中 一名老者猛然睁开了眼睛 他身上有着可怕的火焰 在闪烁 这是一名真神 而且是一名大成真神 他来自于远古时代 是远古时代的一头金屋 此刻他感受到 天空中传来的气息 他惊为天人 下一刻他身形一晃 冲天起 他来到了九天之上 望向了林轩 这名老者行了一礼 老夫金屋道人 见过这位公子 不知公子怎么称呼 朱雀星上面的那些舞者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都惊呆了 苍天呀 是老金屋前辈 这可是一个大成真神 实力可怕之极 是这个世界上的顶级强者 传说老金屋 已经上万年 没有出来了吧 连之前龙飞来的时候 老金屋都没有出来 如今 老金屋 竟然亲自现身了 他在向那个年轻人行礼 那个年轻人 究竟是何方神圣 说实话 老金屋也是无比的震惊 望向眼前这个年轻人 他感觉对方十分的神秘 尤其是对方 刚刚到来的时候 他感觉 朱雀星的天地法则 都为之晃动了一下 能够影响朱雀星的法则 眼前这个人绝对不简单 至少 龙飞来的时候 就没有引起这样的天地变化 一头远古金屋 林轩眯起了眼睛 望向了前方的老者 他感受到 对方的修为 是大成的真神 他微微地点头 看样子 这古星 果然不凡 旁边一老者说道 这位是太虚龙公的狂神公子 更是新的朱雀星君 老金屋听后 愣住了 他满脸的震惊 他没想到 眼前这个人 竟然是朱雀星君 以后要镇守朱雀星 那之前的龙飞 又是什么 逆见狂神 第七千六百七十二章 双龙争风 势如水火 老金屋无比的震惊 而对面龙族的长老 却是十分的不满 几个意思啊 朱雀星太嚣张了吧 新的朱雀星君 已经来了 这些人竟然不过来拜见 长老冷哼一声 朗声说道 朱雀星君驾到 而等还不过来拜见 声音如同惊雷一般 传遍了天地 下方的那些舞者 目瞪口呆 他们不敢相信 什么 朱雀星君来了 朱雀星君 不是已经早就来了吗 龙飞不就是朱雀星君吗 龙飞听后 同样眉头紧紧地皱起 是谁 敢冒充朱雀星君 不想活了吗 去看看 将他给我带过来 龙飞很生气 竟然有人不知死活 赶在他面 钱装作是朱雀星君 这是不将他放在眼里吗 一定要好好地惩罚对方 让我来吧 旁边一个身穿白袍的男子 笑着说道 他冲天起 化成了一道龙影 瞬间便来到了九天之上 什么人 竟然敢假扮朱雀星君 不想活了吗 一声冷喝 强大的龙道气息 席卷而来 林轩微微皱眉 不过 他并没有动手 旁边的长老 却是大袖一挥 一股力量排山倒海 和对方的龙道力量 碰到在一起 轰鸣般的声音 响了起来 白袍男子 被震飞出去 气血翻滚 好强大的力量 下一刻 前方传来了一道冷喝之声 瞪大你的眼睛看看 我们是不是假的 白袍男子 这才朝着前方望去 下一 可他倒吸一口凉气 他发现 前方来的这些人 真的是太虚龙族的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见过长老 白袍男子行了一礼 随后说道 长老是来通知我们的吗 龙飞公子 已经成为朱雀星君了吗 我这就请公子回去 参加大典 对面这些龙族的强者 则是一脸的诧异 难道龙飞等人 根本不知道 太虚龙宫发生的事情 那老者沉下了脸色说道 龙飞 可不是什么朱雀星君 瞪大你的眼睛看好了 眼前的狂神 才是朱雀星君 什么 怎么会这个样子 白袍男子望向凌轩的时候 愣住了 他实在没想到 朱雀星君 竟然另有欺人 这不可能吧 白袍男子不相信 然而 那长老 却是一巴掌拍在了他脸上 将他拍翻在地 胡舵 难道你想挑战 朱雀星君吗 你可知后果 白袍男子被拍傻了 半跪在地上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他惊恐地说道 不敢 长老饶命 龙飞是不是在下面 去 让他过来 拜见朱雀星君 白袍男子说道 龙飞少爷 确实在下面 他正在打造自己的行宫 长老听后怒了 他算什么 也可以在这里打造行宫 这名长老 这名长老 可是神龙一族的人 对于龙飞 根本没有什么客气的 他说道 赶紧让他赶紧让他离开 白袍男子赶紧飞了回去 来到了龙飞 来到了龙飞面前 他说道 少爷 不好了 朱雀星君来了 龙飞听后 翻手就是一巴掌 拍在对方脸上 你想死吗 在我面前 你竟然说 别人是朱雀星君 这白袍男子 都被拍吐血了 他太郁闷了 少爷 你不在龙宫的这段时间 龙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失败了 没有抢到名额 名额被五行地雪龙一族的人 抢到了 什么 我不相信 龙飞脸色大变 他对着旁边的一名老者说道 出手 把那个人给我抓过来 旁边的那名老者 是一尊老仆 同时 也是龙飞的护道者 此刻听到命令 他二话不说 抬手便朝着天空抓去 他的手掌铺天盖地 带着无穷的大盗 仿佛化成了天龙之肘 抓向了虚空 瞬间便将这片苍穹 笼罩了 林轩也被笼罩在其中 他眉头紧紧地皱起 他冷笑一声 还真是有意思呀 竟然敢对我动手 旁边的那名老者 也是冷哼一声 愚蠢的东西 他一拳轰了出去 拳头化成了一头金龙 俯冲而下 瞬间两个强者的力量 在天空中碰撞 崩碎了天地 随后 各自消散 林轩说道 我倒要看看 究竟是谁 敢这么嚣张 他朝着下方降落而去 后方的那些追随者 纷纷地跟随 一行人 强势降临 旁边的老金乌 是直接吓傻了 虽然他实力也很强 可是 在这些人面前 他根本不敢出手 他只能够跟在后面 朱雀星的其他那些舞者们 同样也惊呆了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啊 林轩来到下方 望向了远处 只见远处有着 一片片宫殿 已经屹立在了那里 上面闪烁着 神秘无比的阵法 而在宫殿的前方 则是站着一群人 其中有一个年轻人 极其不凡 这个年轻人 非常的年轻 可以说是一个少年 对方头角争容 身上的龙道气息 极其可怕 穿着一件古老的战甲 身上绽放着 神秘无比的气息 而在他周围 则是簇拥着一群人 有朱雀星的强者 也有龙族的高手 其中有一个老仆人 副手站在那里 身上的气息 如烟似海 之前出手的 应该就是这个老家伙 前方龙飞等人 也是转过头来 也看到了林轩等人 双方见面 形同水火 龙飞盯住了林轩 陈生说道 就是你 敢假冒朱雀星君 还不滚乖受死 龙飞十分的嚣张 似乎完全没将任何人 放在眼里 因为他 确实有嚣张的资本 他本身的天赋 就极其的强大 年纪轻轻 已经是小成真神 而且 能越籍战斗 抗衡大成真神 一些三龙门的强者 他都不放在眼里 给他时间 他以后能超越一切 甚至他也有希望 成为神王 林轩听后 则是笑了 有意思 竟然比我还要狂 你算哪颗聪 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我劝你 现在最好跪在地上道歉 否则 惹怒了我 我会抽了你的龙巾 林轩冷哼 听到这话的时候 身后的那些龙族强者们 也是脸色大变 说实话 他们知道 林轩真敢这样做 因为 林轩真抽过龙耀天的龙巾 至于其他的那些舞者 惊呆了 双龙争锋了 那究竟是什么情况 找死 你竟然敢挑战我 你死定了 我不会饶过你 龙飞一步踏出 身上的龙刀力量 飞舞了出来 席卷诸天 他真的太强势 太嚣张了 仿佛高高在上的龙绳子 逆剑狂神 第7673章 龙踏天的侄儿 那也是我侄儿 这人是谁啊 这么嚣张 什么来历啊 林轩皱眉问道 说实话 三龙门里面的强者 他也见多了 像龙耀天就很嚣张 可是 也没嚣张到这种地步吧 旁边的老者 解释说道 他叫做龙飞 来自于太须无极龙一脉 是十分强势的一方势力 和龙踏天属于同一脉 而且 他是龙踏天的侄儿 原来如此啊 难怪这么嚣张 林轩听后明白了 这人的身份地位血脉 在太须龙宫的年轻人中 当真是强势到了极点 能与之匹敌的 没有几个 嚣张一点 确实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 对方太不知死活了 竟然敢在他面前嚣张 林轩连龙踏天 都不放在眼里 都敢挑战 更别说是龙踏天的侄儿了 林轩笑道 我当是谁 原来是龙飞侄儿 看在你是年轻后辈的份上 我饶你一次 赶紧带着你的人 离开吧 你说什么 龙飞听后气疯了 他身躯都颤抖起来 你再说一遍 对方竟然称呼他侄儿 太可恶了吧 林轩却是笑道 我和你叔叔 同辈 自然也是你的叔叔了 龙踏天是怎么教导你的 对于长辈 你这么无礼吗 找死 给我杀了他 龙飞气疯了 他下了命令 身边又是一名高手 冲了过去 手中一柄长矛 瞬间飞了出来 带着无数的闪电 划破虚空 林轩身边的老者 大袖一挥 覆盖了天地 这时 龙飞身边的那名老仆人 也出手了 轰鸣般的声音响了起来 三人的力量 在空中碰撞 老仆人笑道 年轻人的争锋 就让他们来吧 你我观战如何 长老眉头紧紧皱起 他望向了林轩 林轩则是说道 也好 就由我亲自出手 教训一下 我这不成器的侄儿吧 说实话 那长老 还真不敢对龙飞出手 虽然他们现在 已经准备 和太虚无疾龙异族抗衡了 但是 他也不敢轻易地针对龙飞 林轩没有这种顾忌 我管你是谁 敢挡我的路 一脚踩死 前方 身上环绕着雷电的强者 再次走了过来 他是雷龙异族的人 他手中有一柄雷霆神矛 足以洞穿天地 此刻 没有人能阻止他了 他的目标是林轩 受死吧 手中的雷霆神矛 再次飞了出来 就平面 林轩冷笑一声 他探出了手掌 向着虚空轻轻一拍 九天之上 一方龙爪 凌空降落了下来 这方龙爪 铺天盖地 就仿佛一片苍穹一般 轰的一声 龙爪落下 瞬间便将雷霆长矛 拍碎了 不但如此 这龙爪 势如破竹 落在了这雷霆 龙族强者的身上 这雷龙惨叫一声 身躯破碎 倒飞了出去 他满脸的惊恐 怎么会这么强大 他施展了极限的速度 化成一道雷光 想要逃离 然而 却逃不出对方的手掌心 林轩的龙爪 快速地合拢 瞬间便将这名龙族强者 给镇压了 周围那些人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都惊呆了 强大无比的雷龙强者 呼风唤雨 横扫天地 此刻却挡不住 对方的一击 对方 真的是太强大了 龙飞身边的那些人 同样也惊呆了 没想到 他们的同伴 这么轻易地就败了 可恶 一起出手 有三道身影冲了过来 其中一人 打出了一片乌云 有着无数的雨水落下 形成了暗器 这是绝杀 还有一人 吐出了汪洋大海 有着一头 又一头海龙 飞舞而出 他们带着大海 无量的气息 杀向了林轩 第三人 则是破开了虚空 手掌如同一道道山脉 落了下来 这片天地 彻底地沸腾了 大道飞舞 神力滔天 朱雀星的那些舞者 都快吓晕过去了 太强了 不愧是神族 林轩则是冷笑一声 天威龙魂 他不动如山 然而 他背后的龙道力量 却是直冲云霄 在天空中凝聚 形成了一颗巨大的龙头 就如同一荒谷的神龙 复活了一般 龙头俯视苍穹 一声怒吼 带着滔天的神威 席卷四方 三大绝世神通 在这股力量之下 不停地崩溃 不但如此 出手的三个人 更是在这股龙威之下 身躯颤抖 大口吐险 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怎么会如此可怕 三个龙族的强者 目瞪口呆 林轩淡淡地说道 不堪一击 哲儿 你太不成气候了 你身边的人 都太弱了 赶紧离开吧 否则 别怪我将你镇压 一群废物 龙飞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手下的人落败 让他脸上无光 他说道 你们退下 我亲自出手 别看龙飞年轻 然而 他的实力 远在这些人之上 一步踏出 天摇地晃 他眼中 有着两团神火 飞舞而出 迎风变大 化成了两头火龙 在天地之间咆哮 两头火龙 长达万米 张牙舞爪 朝着林轩杀了过去 这不是一般的火焰 这是太阳真火 可以毁灭天地万物 老金乌 感受到这股力量的时候 都是脸色大变 他竟然也感受到 一丝致命的危机 不得不说这个龙飞 真的是太强了 年纪轻轻 竟然不比他弱 甚至这太阳之火 都让他无比羡慕 在我的神火之下 灰飞烟灭吧 龙飞冷笑连连 两头火龙 瞬间便将林轩给笼罩了 仿佛要将他撕成碎片 林轩却是冷哼一声 给我滚 他连续挥出了两拳 每一拳 都带着滔天的神威 仿佛绝世的武神 复活了一般 在他身上 同样爆发出 璀璨的火焰光芒 席卷诸天 如同仙谷的火焰在爆发 两头火龙 被拳头打穿 散落四方 随后 林轩又打出一击 滔天的拳头 打向了龙飞 龙飞脚踩神秘的步伐 速度快到了极致 如浮光掠影一般 躲开了这一击 下一刻 他吐出了一股风暴 化成了一头风龙 张牙舞爪 风龙翅膀展开 带起强大无比的刀锋 就如同一柄柄天刀一般 撕碎了天地 林轩惊讶无比 这龙飞虽然年轻 可是 实力竟然比龙要天 还要强大 估计比起龙武来 也差不了多少了吧 这血脉 真的是太强了 要知道 龙武是大成真神呀 而龙飞 仅仅是小成真神 对方和他一样 能够跨越多个境界战斗 是个顶级天才 不过 那又如何 林轩冷笑一声 逆剑狂神 第七千六百七十四章 九幽魔龙剑 可怕的风暴席卷 如同疾风骤雨一般 扑面而来 林轩身边的虚空 不停地破碎 林轩冷哼一声 抬手便是一掌 就如同一柄神剑一般 斩断了天地 风暴被劈成了两半 龙飞却是腾空而起 一脚踏出一个巨大的脚印 从天而降 天龙步 风神腿 一脚踢出 横扫千军 锁过之处 无人能敌 瞬间便杀向了林轩 他冷笑连连 我不管你是用什么办法 得到的这个名额 你都不是我的对手 今天 我会将你踩在脚下 我会让龙宫的那些长老知道 他们的决定是错误的 只有我 才可以成为朱雀新军 林轩身形一晃 躲开这一脚 然而 第二脚 却是快速踢来 速度越来越快 力量越来越强 我看你怎么躲 龙飞冷笑连连 林轩并没有再躲 他快速出拳 轰在了对方的风神腿之上 轰鸣般的声音响起 风神腿被破掉了 怎么可能 龙飞震惊无比 这个是绝世神通了 对方怎么可能破掉呢 林轩笑道 哲儿 你太不听话了 让我好好地教训你一番吧 说完 林轩再次出手 太须生龙拳 龙飞施展天龙步 快速地闪躲 然而 还是被这一拳击中 他倒飞了出去 身躯裂开 龙血染红了天地 他落在了远处的大地之上 形成了一片深渊 周围的那些人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都惊待了 这一战 真的是太震撼了 虽然没有几招 但是 却宛如天神 在战斗 龙飞身边的那些强者们 却是脸色大变 少爷 你没有事情吧 老仆更是双眼如电 死死地盯住了林轩 你找死了 你竟然敢打飞他 你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吗 他可是龙踏天的侄儿 那又如何 林轩冷笑一声 龙踏天 我都没放在眼里 疯了 这家伙疯了 所有人脸色大变 这家伙 竟然敢挑战龙踏天 你是那个嚣张无比的小子 他们知道 对方是谁了 曾经有一个人豪言 要挑战龙踏天 就是眼前的这个小子 原来你就是那个狂神 我不会饶过你的 我会替我叔叔宰了你 远处的废墟之中 龙飞腾空而起 他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身上的裂痕 以极快的速度恢复 在他身上 出现了一道神秘的龙影 带着强大无比的生机 修复了他的伤势 随后 龙影一闪 化成了一方玉佩 林轩盯住了那方玉佩 说道 身上的宝贝 还不少啊 很好 都是我的啦 林轩完全没将龙飞 放在眼里 龙飞无比的气氛 要知道 他多么的不凡 多么的高高在上呀 谁敢小看他 对方竟然敢无视他 会付出代价的 他拿出了一个瓶子 朝着天空一挥 顿时 那瓶子里面 黑云凝聚 飘向四方 天地立刻就黑暗了下来 一道又一道可怕的吼叫声飞舞了出来 从里面冲出来五道巨大的身影 他们笼罩了天地 这是五头黑龙 鳞片绽放着冰冷的光辉 头颅争宁 宛若绝世的魔兽 九幽魔龙 不少龙族的强者 倒一口凉气 这家伙 竟然拥有九幽魔龙之魂 那长老赶紧说道 星眷 你可要小心了 这九幽魔龙之魂 极其的可怕 一旦被伤到 那就是灵魂之上 很难恢复的 小子 这是你找死 能够败在这一招之下 你足以自傲了 龙飞冷笑连连 九头魔龙之魂 在天地之间飞舞 强大的力量 横扫一切 朱雀星 发出了万道惊雷之声 无数的武者 匍匐在地 他们感受到灵魂的压制 仿佛九幽地狱之门 打开了一般 杀 九幽魔龙之魂 快速地杀了过来 铺天盖地地将灵轩笼罩 灵轩周围的那些龙族强者 也是纷纷后退 就连这长老 都忍不住要出手了 灵轩却是笑道 慢着 让我来 他大手一挥 无数的雷霆凝聚 化成了一道道雷霆神碑 雷霆天监之上 有无数的雷道力量 凝聚形成的影子 那并不是龙的影子 而是一个人的影子 那是灵轩的影子 烙印在天监之上 凌空降落 五个天监 打在了幽冥之龙身上 发出震天般的声音 雷霆天碑的力量 真的是太可怕了 尤其是那上面的影子 仿佛活过来一般 就如同绝世武神 哄 咔嚓一声 天地破碎 幽冥之龙 被打翻在地 被天碑镇压 凌轩凌空踏步 朝着龙飞走了过去 他笑着说道 哲儿 你还有什么手段 都施展出来吧 该死 龙飞的牙都咬碎了 他没想到 对方的实力 竟然这么强 连九幽魔龙之魂 都能够轻易地镇压 看样子 只能够施展那一道力量了 这才是他真正的底牌 下一刻 他背后的骨头裂开 一道黑色的光芒 直冲云霄 劈向了林轩 这一击 极其地可怕 林轩都吓了一跳 身形一晃 他躲开了这一击 那道黑色的光芒 身形一晃 将五道雷霆天碑 全部击碎 九幽魔龙之魂 快速地飞了过来 融合在这道黑色的光芒之中 发出了阵阵咆哮之声 太虚龙宫的那些强者 都被震得气血翻滚 就连林轩 也是微微皱眉 这是什么 好可怕的力量 他感受到一丝致命的危机 这龙飞竟然有 能威胁到他的东西 太不可思议了吧 身后的长老 则是惊呼一声 不好 难不成 这是九幽魔龙剑 他怎么拥有这东西的 哈哈哈哈 没错 正是九幽魔龙剑 前方的龙飞 冷笑起来 在他头顶 有着一柄黑色的长剑 仿佛是由魔龙的身躯 打造而成的 漆黑无比 宛若深渊 在剑身之上 还有着龙魂 不停地环绕 不是一道龙魂 是五道龙魂 这是一个不得了的神奇 林轩惊讶 这家伙 身上的宝贝 还真多 身后的长老则是说道 这柄剑 是由真正的大成 真神级别的 陨落之后 所打造而成的剑 后面又加入了 五道龙魂 威力已经超越了 大成真神本身 这是一剑巅峰神器 听到这话的时候 所有人都惊呆了 没想到 龙非小小年纪 身上竟然带了一剑 这么可怕的神器 这还怎么打 没人能抗衡巅峰神器 逆剑狂神 第7675章 败家子 真龙神要当饭吃 林轩盯住了天空中 那柄漆黑的魔剑 下一刻 他出手了 左手神火绽放 化成了一头火龙 横扫天地 右手则是汪洋大海 化成了一头水龙 双龙齐出 落在了九幽魔剑之上 魔剑发出震天般的声音 剧烈的晃动 而林轩 则是收回了手掌 他打出的两道巨龙 竟然被崩碎了 果然是巅峰的神器 林轩深吸一口气 神情变得无比的凝重 用大乘真神的身躯 加五个绝世龙魂 炼造而成的武器 果然够强 怎么样了 狂神 是不是很绝望呀 哼 这才当当开始 绝望的还在后头呢 龙飞冷笑一声 催动九幽魔剑 漆黑的剑气 划破虚空 化成了魔龙 张牙舞爪地冲了过来 这一次可比之前的魔龙之魂 要强大得太多了 林轩移行换位 躲开了这几件 他眉头微微皱气 龙飞则是哈哈大笑 狂神 你不是很嚣张吗 你不是朱雀星俊吗 怎么不敢跟我抗衡了 怎么只敢闪躲呀 有本事 来啊 和我正面一战呀 看我怎么碾压你 他的那些追随者 也都是冷笑起来 什么狂神呀 我看不看一击 就凭他 也配成为朱雀星俊吗 他根本没这个资格 只有龙飞公子 才有资格成为星俊 跟随林轩来的那些强者 则是怒了 他们咆哮道 有本事 别拿神器啊 就是 拿着神器 谁不会啊 有本事 凭借自己的力量战斗呀 愚蠢的东西 你们懂什么啊 神器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有本事 你也拿点神器啊 对了 我忘了 你们太穷 你们拿不起 你们恐怕连大成神器 都没有 哈哈哈哈 一群垃圾 也敢与我抗衡吗 龙飞这一刻 嚣张到了极点 周围那些龙族的强者 气得咬牙切齿 不过 对方说的是事实 巅峰的神器 他们还真没有 这东西 可是极其珍贵 一个长老说到 巅峰的神器 消耗非常的大 你能够施展几次 没了力量之后 我看你拿什么 和新军抗衡 原来 你们打的是这个主意啊 龙飞笑了 那抱歉了 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 我确实施展不了几次 巅峰的神器 但是 我的底牌够多啊 只要我恢复得够快 我就可以一直施展 说完 他又拿出了一个瓶子 打开之后 一道黄金的光芒 化成的金龙的幻影 落了下来 落到了对方的体内 下一刻 万龙咆哮 强大的气息 直冲云霄 周围龙族的那些强者们 眼睛都红了 他们惊呼说到 真龙神药 这家伙疯了吧 真龙神药 可是救命的东西 他竟然这么浪费 败家子啊 一滴真龙神药 可使白骨回生 即便是真神受伤 真龙神药 也能够快速地恢复伤势 这可是救命用的东西啊 现在 这龙飞仅仅是 因为力量消耗了一点 就服用真龙神药来恢复 这不是败家 是什么 龙飞却是冷笑一声 一群没见识的东西 神药算什么 我手中多的是 我的叔叔 可是龙踏天 他什么样的宝贝没有呀 每次见面 叔叔都送我很多天才地宝 真龙神药 这是其中之一 我手中的宝贝 超乎你们的想象 说完 他再次挥手 在他身上 冲出来五方大印 每一方大印 都神秘之极 仿佛是用绝世的神域 打造而成的 而且 五方大印上面的力量 各不相同 竟然带着木水火土精 五行的力量 龙族长老吐血了 他可是五行地血龙一族的 他一眼就认出来 这是什么了 这是五行龙翼 是由金木水火土 五种龙族的龙骨 所打造而成的 里面带有强大的龙魂和龙血 五行配合 强大到了极点 这东西 他们五行地血族 都没有 没想到 这龙飞手中 竟然有 这还怎么打 所有人都绝望了 大成真神 在对方面前 恐怕都得绝望吧 没人能抗衡得了啊 除非是巅峰真神出手 只能够说 龙飞本身的实力够强 再加上底牌更强 他们这一次 真的为凌轩担心起来 狂神是厉害 抽过龙耀天的龙晶 可是 再厉害 恐怕也打不过龙飞 这要是败了 对狂神的打击 就太大了 他们的脸色 苍白到了极点 就连林轩 也是惊讶无比 说实话 他见过不少强者 巅峰真神也见过 可是 他还没见过哪个年轻人 身家这么丰厚 这全身都是宝呀 当然 对方和他 还是没法比 林轩拥有大龙剑 轮回剑 还拥有七星龙渊 除此之外 还拥有仙台 一页经书 以及无量天尊的卷轴 还有天地玉佩等等 可是 这些东西 他暂时没把拿出来 毕竟一旦拿出来 所有人都知道 他就是林无敌了 他还不想这么早地展现 真正的身份 看样子 接下来 会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也好 不借助外武 就看到我现在 自身的实力 强大到什么地步吧 想到这里 林轩深吸一口气 身上出现了万龙幻影 一呼一息之间 巨龙飞舞 他就仿佛化成了 绝世的龙神一般 高高在上 万龙出击 横扫八荒 没用的 我的剑 可以斩灭一切 龙飞冷笑连连 挥动了九幽魔龙剑 杀向了前方 那些巨龙的幻影 不停地破灭 而林轩 则是以极快的速度 杀了过来 瞬间便来到了龙飞面前 龙飞吓了一跳 他没想到 对方的速度 竟然这么快 他赶紧催动 身边的五行龙蜜 土龙的力量爆发 形成了一片山河 环绕在他的身边 同时 他催动另外几方龙蝇 杀了过去 大战彻底地爆发了 整片天地都沸腾了 林轩的身影消失不见 众人只听见了 震天般的声音传来 五十招之后 林轩冲天起 屹立在天地之间 他神情变得无比的凝重 而对面的龙飞 则是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他竟然没有伤到对方 他拿出了真龙神药 打出了一滴 吞了进去 恢复力量 随后 他的小脸变得猙獰无比 杀 他再次催动九幽魔龙剑 杀了过去 这一刻 魔龙之剑 化成了一片浮光略影 将整片空间 都笼罩了 他绝对不会 再让狂神逃离了 我看你怎么抵挡 龙飞冷笑了起来 逆剑狂神 第七千六百七十六章 混沌体 武神决 镇压 哈哈 这一战 结束了 他身边的那些追随者 也都笑了 而五行帝雪龙一族的那些人 则是脸色变得无比的难看 他们都为狂神担心起来 林轩确实感受到 巨大的危机 如果是林无敌的身份 他自然可以施展 绝世的剑刀 一剑劈开天地 杀出去 可是 现在不行 一旦他施展 无坚不摧的力量 他恐怕会被立刻认出来 不过 他也不会坐以待毙的 林轩施展了冰字剑 他身上 绽放出万丈光芒 照耀天地 众人看不清他的动作 而他的手掌 则是快速的结印 冰字诀 是极其可怕的一种绝学 能够掌控别人的兵器 林轩平常不怎么使用 因为他的对手都很强 都是真神 都活了无尽的岁月 武器放在身边 炼制了几百万年 想要夺取这样的兵器 非常的难 可是这一次 并不一样 这九幽魔龙剑 虽然可怕 但是 龙飞的境界太弱 两者之间的配合 一定不是完美的 这正是机会 林轩动用冰字剑 准备夺取这件神器 绝世的剑气 朝着林轩杀了过来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林轩动用了冰字诀 改变剑的方向 从他身边飞过 没有一道剑气 能伤着他 不但如此 在冰字诀的作用之下 九幽魔龙剑 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从天空中掉了下来 直接飞入到大地之中 当的一声 大地裂成了两半 怎么会这个样子 龙飞惊呆了 这一剑 不但没伤到对方 而且九幽魔龙 竟然飞走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从来没发生过 这样的事情 你做了什么 他望向了林轩 疯狂地咆哮 周围那些人 也惊呆了 这狂神 不是必死无疑了吗 怎么可能 还能反击呢 对方动用的是什么手段 也太神秘了吧 林轩嘴角 扬起了一抹笑容 我的乖侄 看样子 对于这件兵器 你掌控的还不到家 也是 这件兵器 也太过珍贵 你还真不会使用 不如这样吧 暂时放在我身边吧 等到你什么时候 突破成为大成真神 那时候 我再给你 说完 林轩大手一挥 抓向了九幽魔龙剑 找死 龙飞气疯了 对方竟然敢打他神剑的主意 不可饶恕 他怒吼一声 双眼通红 动用所有的龙道力量 死死地控制着九幽魔龙剑 那把神剑 瞬间飞回到他的手中 一剑斩出 林轩手掌一挥 拍在剑身之上 发出震天般的声音 这一掌的力量 极其地可怕 他的混沌体 虽然没爆发出什么光芒 但是 威力可是一点都不弱呀 九幽魔龙剑 再次被震飞了 龙飞的手掌 也被震碎了 白骨都断裂了 他捂着手后退 咬牙切齿 好强的力量 林轩也是震惊 他的混沌体 多么强大 落在小城真神身上 小城真神 早就灰飞烟灭了 就算是大城真神 身躯也得裂开了吧 可是 这家伙仅仅是手掌破碎 这体魄也太强了吧 后方的长老说道 听说这龙飞 从小就用龙血脆体 体魄强悍到了极点 再加上 平常受一点小伤 就服用各种珍贵的天才地宝 体内早就积累了大量的能量 他的体魄 远超同阶 甚至远超想象 还真是够奢侈的 林轩嘀咕了一声 他再次出手 武神印 手掌结印 施展了龙到武神绝中的神通 一方大印凌空落下 带着破碎一切的力量 龙飞再次倒飞出去 他不仅仅是 手掌裂开了 身躯都裂开了 挤到大裂痕遍布 触目惊心 龙血不停地洒落 少爷 那些追随者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都快吓晕过去了 就连那老仆人 也是杀气腾腾 小子 你会付出代价的 说实话 他心中也是震惊无比 龙飞少爷的体魄 是多么的强大 大成真神之中 都少有人能够与之匹敌 可是现在 身躯竟然被别人给震碎了 这狂神的力量 究竟有多强 我给你拼了 龙飞气疯了 从小到大 他没有受过这样的伤 也没有受过这样的打压 不可饶恕 他的龙血沸腾了起来 想要拼命 他准备再次动用九幽魔龙剑 林轩早就算准了 对方的举动 他抢先一步 动用冰字绝 将这柄神剑 给震飞出去 他又施展形字绝 以极快的速度 来到了龙飞的身边 大手一挥 滔天的神力席卷而出 打得龙飞不停地颤抖 龙飞怒吼 五行龙印 给我镇压 五方大印化成了山月 从天而降 带着金木水火土 五行的力量相互配合 生生不息 威力更是成倍的增长 想要将林轩镇压 然而 林轩却是大袖一挥 八卦图飞了出来 林轩之前 大部分施展的 都是太极图 八卦图 还真没怎么施展 此刻 他毫不犹豫地施展出来 想来 应该没人能够认出来 八卦图 绽放神秘无比的光芒 和五行神山 碰撞在一起 轰鸣般的声音响起 八卦图剧烈地旋转 变化万物 林轩则是施展太虚生龙拳 一拳打在了龙飞的下巴之上 将龙飞打飞出去 龙飞如遭雷击啊 整个人 如断线的风筝一般 在风中飘落 他身上的骨头碎了 这一次受的伤 真的是太重了 轰的一声 落在了地上 他击沉了大地 龙飞气疯了 他想要反击 想要吞服真龙神耀 就在这时 一只脚掌 踏在了他的身上 这只脚 就如同盘龙一般 带着极其可怕的力量 差点将他的身躯踩碎 这自然就是 林轩的脚掌了 林轩这一脚 只动用了绝世神体 他都融合了万灵土 他不幸 镇压不了对方 果然如此 龙飞感觉身上的力量 仿佛僵固了一般 他竟然无法反抗 可恶 放了我 我与你决一死战 林轩上去给了他一巴掌 将他的牙都打飞了 我的乖侄儿 你还是给我老实一点吧 你竟然敢打我脸 我给你拼了 龙飞气疯了 他张牙舞爪 可是 在这一脚之下 他竟然无法翻身 林轩又给了他两巴掌 牙齿满天飞 他冷声说道 再不听话 就将你的龙巾抽了 逆剑狂神 第7677章 夺取 神药 神器 听到抽龙巾 所有人都变了脸色 五行地龙族的人 紧张起来 因为他们知道 林轩真的敢动手 那后果一定是惊天动地 这龙飞的身份 可比龙药天要尊贵得多 龙飞的那些追随者们 也是脸色大变 这要是被抽了龙巾 他们都要受到惩罚 他们疯狂地咆哮 你敢 龙飞吓傻了 抽龙巾这样的事情 他从来没想到 会在自己身上发生 他吓得脸色苍白 他咆哮说道 你要敢动我 一根手指头 我叔叔就不会放过你的 我叔叔 可是未来的神王 他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存在 甚至 他未来能够执掌太虚龙弓 我叔叔动手 你必死无疑 赶紧放我 林轩冷笑 又给了对方一巴掌 他说道 我说了 别拿龙塌天来吓唬我 我根本不在乎 我跟他 早晚会一分高下的 不过现在嘛 我得好好地教训一下你 你太嚣张了 身上的宝贝太多了 才会如此嚣张 我只能够收走 你的这些宝贝 让你好好地反省一反 林轩强势地出手 瞬间就抢走了 对方的真龙神药 不但如此 他还抢走了对方的储物界 里面有不少修炼的资源 可以说 大成真神看了 都眼红 林轩又望向了龙飞 发现对方体内 隐藏着更多的东西 除了真龙神药之外 他还发现了几瓶神血 应该都是 龙族强者的神血 甚至巅峰的神血都有 真是大手笔啊 除此之外 他还发现了一些天才地宝 其中有一些古药 竟然是荒谷年间的 这样的东西 林轩都没有 他自然不客气地 就收走了 龙飞的眼睛都红了 这些可都是他 珍贵无比的宝贝啊 是他好不容易 从龙踏天那里求来的 可恶 给我留下 他气哭了 林轩根本没有理会对方 继续动手 在对方身上 竟然还有着一个铃铛 叫做万龙铃 也是一件极其可怕的武器 对方还没来得及施展呢 林轩将其收了起来 除此之外 他还发现了一个古老的石碑 应该是用 真龙之骨 打造而成的 上面有着很多古老的符文 林轩见到之后 惊讶无比 这应该是一种 荒谷的绝世神通 天龙八印 应该是 龙飞刚刚得到的吧 对方之前并没有施展 这样的攻击 这手段很强呀 林轩大概的看了一眼 如果这龙飞施展的话 他想要抗衡 恐怕只能够动用 无量天尊才行 好东西 配合着他的龙道武神诀 和呼吸法 施展天龙八印的话 威力会更强 想到这里 林轩将这真龙之骨 收了起来 随后 林轩又望向了 周围的五行龙印 他再次出 手将这五行龙印 也给封印了 杀了他 给我杀了他 龙飞终于忍不住了 他下了命令 周围那些追随者 发疯一般地冲了过来 林轩冷哼一声 谁敢动手 我可是朱雀星军 说完 林轩拿出了朱雀令牌 说道 我以朱雀星军的身份 命令你们 给我拦住他们 朱雀令牌一出 朱雀星上面的那些舞者 全部纷纷跪倒在地 拜见星军 随后 他们站了起来 望向前方 说道 诸位 停手吧 就连老金乌 也是走了过来 虽然他们不敢得罪龙飞等人 但是 他们更不敢得罪朱雀星军呀 如今 星军下了命令 莫敢不从 后方 跟随林轩而来的 那些龙族舞者 也是走了过来 瞬间便盯住了 对面的那些追随者 那些追随者们 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面对这么多强者 他们也不是对手 不管了 动手 老仆人怒吼一声 率先出手 其他那些人 也是纷纷行动 大战瞬间就爆发了 老仆人等人 根本无法靠近龙飞 而林轩则是说道 还敢让人对我动手 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 既然如此 那就抽了你的龙巾吧 林轩探出了龙抓手 抓向了龙飞 龙飞的身躯都颤抖起来 他眼中带着绝望 眼看他的龙巾 就要被抽出来 而这个时候 他的眼神 却变得空洞 一股可怕的气息 从他身上飞了出来 轰的一声 席卷了天地 这一道气息 真的是太可怕了 前方大战的那些人 都停了下来 他们震惊地望向了远处 下一刻 他们看见 龙飞此刻已经逃了出来 漂浮在半空之中 对方的眼神 无比的空洞 对方的头发 在天地间飞舞 一股超强的力量 在对方体内飞了出来 这是什么情况 所有人都惊呆了 就连林轩也是惊讶 他就没说到 龙踏天的力量 不 不是 是另外一个 盖世强者的力量 这龙飞体内 果然有保命的手段 是天云长老 周围那些追随者 纷纷行礼 见过天云老祖 不好 是龙天云 林轩这边的人 也是脸色大变 林轩也是皱起了眉头 巅峰强者的力量吗 只是一部分力量而已 他还不畏惧 他覆手而立 遥望远方 老仆人走了过来 说道 老祖 少爷败了 少爷身上的宝贝 全部被抢走了 包括真龙神耀 万龙灵 龙之谷等 绝世的宝贝 甚至 连五行神印 也被他给抢走了 听到这话的时候 龙天云的力量 猛然爆发 化成了一道绝世的龙影 俯视苍生 他盯住了林轩 他冷冷地说道 拿过来 你是在命令我吗 林轩冷哼一声 你可别忘了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朱雀星 而我是朱雀星君 在这里 我的身份可比你重要 我劝你 还是乖乖地离开吧 否则 我连你一块镇压 周围那些人 都惊呆了 这可是天云老祖呀 这狂神 已经不将对方 放在眼里了吗 太嚣张了吧 天云老祖的力量 也是怒了 他冷哼一声 一股绝世的气息 朝着林轩压了过来 周围那些舞者 快晕过去了 虽然只是一道分身 但是 这可是巅峰真神的力量呀 远超一切 他们所有人连起手来 也根本不是对手 他们都望向了林轩 想看看对方 能抵挡得住吗 老仆人他们都笑了 他们知道 对方绝对抵挡不住 没有人能挡得住 这种绝世的力量 逆剑狂神 第7678章 执掌天道 战巅峰 所有人 都为林轩担心起来 就连林轩 也是眉头紧紧的骤气 不得不说 这股力量 确实非常的强大 值得他全力以赴 不过嘛 他并不是太担心 因为他说了 这里是朱雀星 而他则是朱雀星君 在这里他 有很多手段可以施展 下一刻 他拿出了一方印记 此印名为天道印 当初 龙神王册封大典的时候 给了他两件东西 一个是朱雀令 另外一个 则是天道印 朱雀令 代表朱雀星君的身份 而天道印 则是可以控制 朱雀星的天地大道 此刻 林轩就施展了天道印 随着他出手 周围的天地 有了变化 朱雀星 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一道道霞光 从天空中洒落了下来 这些都是可怕的大道之光 这些大道 化成了神兽的幻影 有凤凰 有真龙 有玄武 他们都环绕在林轩的身边 将其牢牢地守护 与此同时 在林轩的头顶 更是雷霆遍布 这些是天道之雷 极其地可怕 而林轩 则是化成了这个世界的主宰 一举一动 都带着无上的大道 轰鸣的声音响起 龙天云分身的力量 被挡住了 周围那些人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都惊呆了 苍天啊 太不可思议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竟然能挡住 巅峰真神的力量 他施展的是 这个世界的大道 这就是朱雀星君的手段吗 太可怕了 龙天云的分身 也是惊讶无比 虽然只是一道分身 但是足以碾压一切 然而现在 他的力量却被挡住了 他眉头紧紧地皱起 对方竟然拿出了天道印 恐怕在这里 他真的无法打败对方 除非他的真身前来 不过 到那个时候 一切早就结束了 看 样子 只能够先离开了 想到这里 龙天云的分身 打出一股力量 带着龙飞 冲天而起 他手一挥 带走了九幽魔龙剑 老仆人 他们都惊呆了 一 离开了吗 难道要无功而返了吗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五行地血龙一族的人 松了一口气 啊 太好了 总算安全了 然而 这个时候 林轩却是冷哼一声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把朱雀星 当什么了 我让你走了吗 什么 五行地血龙的那些长老们 都惊呆了 林轩还要出手吗 老仆人等追随者 也是吓傻了 难不成 对方想追杀巅峰真神吗 龙天云更是怒了 他冷声说道 你要与我为敌 他真的是气疯了 一只小蚂蚁 竟然敢挑战他 说实话 如果对方没有掌控 这天地大道的话 他早就一巴掌 就拍死对方了 林轩冷笑 与你为敌又如何 你之前 也释放了杀意 要离开可以 留下九幽魔龙剑 找死 龙天云怒了 一股绝世的力量 再次落了下来 风起云涌 天崩地裂 林轩冷笑一声 催动朱雀星的天地大道 与之对决 轰鸣般的声音响起 漫天的雷霆飞舞 神兽的幻影 冲天起 整个朱雀星 仿佛要活过来一般 璀璨的火焰 席卷诸天 大战沸腾了 紧接着 一瞬间便结束了 因为龙天云逃走了 龙天云带着龙飞 以及一众追随者 快速地逃离 这次就先饶你一次 下次赶再来 让你灰飞烟灭 林轩并没有去追 朱雀星的天地大道 只适合在这个世界 出去之后 天地大道就会消失 不过嘛 在这朱雀星 他确实是主宰 他刚刚得到天道印 还没有来得及练化 就已经拥有如此威力了 如果他能够练化天道印的话 到时候 他和天道融合 化身为天道主宰 威力更强 到时候 就算是巅峰的真神前来 他也能与之一战 收回了目光 林轩同样收起了天道印 各种天地异想消失 天空中的天道雷霆 也是缓缓地烟消云散 周围的那些人 才松了一口气 刚才给他们压力 真的是太大了 仿佛对方只要一个眼神 他们就能灰飞烟灭 后方的长老 走了过来说道 兴峻 就这样得罪他们 似乎不太好吧 那龙天云 可是极其不得了的存在 林轩则是笑道 无妨 短时间内 我不会回太虚龙宫 他们奈何不了我 对了 这个东西 你帮我带回去 送给问天长老 林轩手一挥 拿出了五行龙印 周围的那些舞者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都惊呆了 五行地 雪龙一族的强者们 眼睛也是红了 这对于他们来说 可是极其不得了的宝贝啊 林轩竟然舍得拿出来 林轩则是笑道 我们可是同盟啊 自然送给你们了 对面的长老 小心地将这东西收了起来 然后 他们便离开了 而这件事情 也是传了出去 一时之间 太虚龙族的人 震惊无比 龙飞是谁啊 那可是高高在上的少爷 在太虚龙宫 年轻一代 没有几个人敢招惹对方 然而 这一次 对方却无比的凄惨 被人狠狠地打了脸 牙齿都满天飞 对方还差点 被人抽了龙巾 更重要的是 对方一身的宝贝 竟然全被抢走了 龙宫的弟子们 都疯了 究竟是谁 这么嚣张啊 这是要与太虚真龙一族 为敌吗 是狂神动的手 当得知这消息的时候 众人似乎有些 能够接受了 因为狂神 真的是太狂了 对方已经成为了朱雀星君 也只有对方 敢动手了吧 有人冷声说道 这狂神 真是太嚣张了 他真的以为 没人压制得了他了吗 看着吧 太虚真龙一族的人 肯定会反击的 龙飞不会善罢甘休的 也有人震惊 这狂神 或许会强势地崛起 我似乎能看到 一尊未来的神王 正在冉冉生起 龙武得知这消息的时候 也是目瞪口呆 他大脑空白 他都愣住了 这真的是他带过来的 那个年轻人吗 怎么感觉 听着和神话传说一般 龙飞气吐血了 这些天 他都没脸出去 他的脸 真的是丢到家了 他来到了龙天云面前 说道 太爷爷 求你出手 你一定要抓了那小子 给我报仇啊 我不甘心 逆剑狂神 第7679章 请荒腰 对付狂神 龙天云的脸色 也不好看 他的一缕分身 竟然没能够拿下对方 让他也是老脸无光 不过 那小子已经拥有了天道印 在想出手镇压对方 可就难了 见到龙天云不答应 龙飞说道 那我去找叔叔 让他出手 叔叔出手 那小子必死无疑 龙天云冷哼一声 给我回来 踏天此刻正在修炼的紧要关头 你别去打扰他 这段时间 你哪里也不要去 好好地待在家族里面修炼 你放心 我不会饶了那个小子的 好吧 龙飞只能够答应 他相信他太爷爷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龙天云并没有亲自出手 毕竟对方的身份 可是朱雀新君 虽然对方是年轻人 可是拥有着新君的身份 对方的身份 已经相当于长老了 明面动手 恐怕神王老祖 也会不满的 不过 暗地里动手嘛 倒是机会很多 对方再强 也是一个年轻人 而且是这个时代的人 底蕴太少了 而他们传承于荒谷 无尽的岁月之中 他们拥有了无数的底蕴 只要他略施小技 就能够 让对方死去活来 想到这里 龙天云又派了一道分身 悄悄地离开了龙宫 前往九幽之地的荒谷区域 他来到了荒谷区域的深处 这里极其地可怕 前方有着九座大山 屹立在天地之间 山之间则是一个 深不见底的深渊 不知道通往哪里 这个地方 在荒谷时期 就已经存在了 在那个年代 真神不敢来这里 即便是神王 也不敢轻易地进入到 那深渊之中 无尽的岁月过去 这个地方依然存在 龙天云的这道分身 来到附近的时候 便停了下来 他也不敢再前往了 他打出了一道信息 飞到了里面 没多久 从其中的一座山峰之上 飞下来一片叶子 这是一片紫色的叶子 神秘之极 上面有着荒谷的纹路 从里面 竟然传来了 一道冰冷的声 什么事情 我要对付一个人 我想要请荒谷摩铁 和九头虫出手 紫色的叶子轻轻飘动 随后说道 可以两滴天龙血 龙天云听后 也是眉头紧紧地皱起 你未免太狮子大开口了吧 一滴天龙血 或者我可以拿出 其他的天才地宝 我们只要天龙血 两滴 如果你不愿意 那就请离开吧 龙天云目光闪烁 说实话 他请的这两只妖兽 极其地可怕 血脉非常地不凡 正常情况下 一只妖兽 就可以灭了对方 这一次 是在朱雀心动手 对方拥有天道力量 为了万无一失 他准备请两个妖兽 一起出手 想了想 他说道 好 那就两滴天龙血 我先给一滴 事成之后 再给第二滴 接下来 龙天云的分身 便离开了 他嘴角扬起了一抹笑容 他知道 那狂神根本抵挡不住 对方刚刚得到天道印 还没来得及练画呢 这是他的好机会 没多久 从前方的大山之上 有着两道身影 飞了出来 一只黑色的蝴蝶 还有一个虫子 长着九个头颅 两只妖兽神秘无比 它们破开虚空 消失不见 朱雀心上 众人都平静了下来 各自回去修炼 林轩也是盘膝坐下 他要炼画朱雀令 和天道印 然后 再修炼天龙八音 这一次 他的收获非常的大 得到了无数的天才地宝 真龙神药都得到了 先炼画天道印 炼画这东西之后 林轩就能够和天道融合 在朱雀心 他的实力 能大幅地提升 除此之外 以后他还能够 把神域的一些舞者 接过来 在朱雀心修炼 只要他用天道之力 隐藏得好 其他人就发现不了 茫茫宇宙之中 两道身影快速地飞过 这是两只妖兽 极其地神秘 他们速度非常的快 终于 他们停了下来 望着前方的亿万星辰 两只妖兽 眯起了眼睛 其中一只妖兽 长着九颗头颅 他问道 这里 应该就是朱雀心了吧 旁边 是一只黑色的蝴蝶 他挥舞着翅膀 回应道 没错 就是这里了 这正是我们的目标 听说 那小子是朱雀心的主人 已经能掌控 部分天道之力了 一旦我们进入朱雀心的话 就会被他感应到 还好 他应该是刚刚掌控 还没办法 覆盖整个朱雀心系 我们可以靠近一点行动 两只妖兽 进入到了星系之中 但是 他们并没有 降落在朱雀心上 而是在附近的一个世界 降落 谁先来 茫茫大山之中 两只妖兽降落了下来 荒谷魔蝶说道 我先制造梦幻 让他进入梦境之中 然后 你再动手 我们两个人配合 保证万无一失 九头重听后 也是说道 我也很好奇 这小子 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然需要我们两个人 一起出手 动手吧 荒谷魔蝶 挥舞着他的翅膀 黑色的气息 飞舞了出来 翘无声息地 飞向了朱雀心 与此同时 在朱雀心修炼的林轩 眉头微微一动 似乎发现了什么 他在睁开眼睛 发现四周如常 并没有什么变化 怎么回事 难道刚才的感应 是错觉吗 林轩刚才明明感应到 有一股力量在接近 他去探查的时候 发现竟然消失不见了 想来龙天云 应该不会善把甘休 不过 林轩并不畏惧对方 算了 继续炼化天道印吧 林轩再次闭上了眼睛 另外一边 荒谷魔蝶则是笑了 他已经进入 到了我的梦境之中 接下来 他会被我掌控 他继续拍打着翅膀 朱雀星 古老的宫殿里面 林轩依然在修炼 突然 虚空晃动 天地破碎 一只大手掌 冲天起 朝着他抓了过来 林轩猛然睁开了眼睛 果然有人来对付他 找死吗 雷来 九天之上的惊雷 快速地落下 杀向了这只大手掌 然而 没有用 这只大手掌 瞬间便将他笼罩了 给我滚 林轩 施展武神拳 杀向了前方 震天般的声音传来 这只大手掌 依然没有破碎 他落在了林轩的身上 林轩感受到 他全身的力量 快速地消失 怎么会这个样子 林轩惊呆了 天道的力量 和武神的力量 都没有用 这是什么手掌 逆剑狂神 第7680章 大道之国 这种情况 出乎林轩的预料 他没想到 他的两大神通 竟然没有用 这究竟是什么手掌啊 很快 林轩便被笼罩了 他的身躯 发出了轰鸣般的声音 仿佛要破碎一般 荒谷魔蝶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冷笑一声 不堪一击 我还以为多厉害呢 九头虫也是说道 看样子 不用我出手 你一个人 就能够解决战斗 两只荒谷妖兽笑了 林轩那边 确实遇到了危机 他不得不视展轮回眼了 下一刻 神秘的目光 笼罩了一切 他微微一愣 冷哼一声 原来是幻术 而且 是极其高明的幻术 只有用轮回眼 才能够发现 还好 之前他炼化了一部分天道印 现在 在天道的影响之下 没人能发现 他动用轮回眼 在他面前比幻术 林轩冷哼了一声 他同样打出了 一只天道大手掌 天道之眼浮现 一只手掌 从里面飞了出来 拍向了前方 轰鸣般的声音响起 整个梦境 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四周出现了 无数的裂痕 荒谷魔蝶 被这股力量击中之后 身躯也是摇晃 上面的光芒 都变得暗淡 他惊呼起来 怎么可能 他竟然认出了梦境 而且 还能够反击 他是怎么做到的 之前两个人还说 对方不堪一击 可是没想到 这么快 对方就反击了吗 还真是出乎意料 难怪要请我们两个人 一起出手 九头重说道 你在全力出手 控制住梦境 我接下来要出手了 荒谷魔蝶点点头 他挥舞着翅膀 更多的梦幻之力 飞舞了过来 原本破碎的梦境 再次恢复裂痕 消失不见 周围的世界 发生了变化 化成了一个仙剑 在前方 有着一株通天神树 树上接着一枚果子 这枚果子太不凡了 这神树是雾道树 每一片叶子 都蕴含一丝大道 三千大道 在风中飞舞 而那果子 则是被称为道果 一口吞下之后 会成为一尊新的天地 林轩耳边 响起了一道声音 吞了道果 你就是下一尊天地 你还在等什么 说实话 这梦境十分的真实 加上这声音 足以影响一切 就算是再厉害的真神 在这景象面前 恐怕有之能够 是被控制吧 就连林轩 也出现了一丝迷茫 不过 很快他便回复过来 他冷哼一声 轮回眼 绽放光芒 他忘穿了一切 在他身边 神兽的幻影光芒 笼罩了他的身躯 他虽然不知道 敌人是谁 不过 对方想用幻术来对付他 只能够说 对方太愚蠢了 林轩朝着前方走去 距离那道果 越来越近 他耳边的声音 也是越来越多 对 靠近他 吞了道果 你就是天地 你还在等什么 快动手吧 林轩抬起了手掌 朝着前方的道果 抓了过去 魔蝶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再次笑了起来 不得不承认 对方确实很强 能够看穿他的梦境 但是 再强又如何 最终还是会败在 他的梦境之下 林轩的手掌 距离道果 越来越近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掌心之中 有着黑色的剑气 飞舞了出来 化成了极其可怕的末盘 这是地狱界的力量 形成的 是地狱末盘 瞬间便杀向了道果 哄 道果破碎了 通天神术剧烈的摇晃 胡数的树木断裂 这一掌 直接击碎了一切 梦境再次浮现 一道巨大的裂痕 荒谷魔蝶 倒飞了出去 他吐出了一口妖血 他的脸色 变得无比的难看 怎么会这个样子 难道骗不了他吗 对方的意志 如此的强大吗 不可能呀 就算是巅峰的真神 一旦进入他的梦境之中 想要出来 也很难呀 这家伙 动用天道的力量了吗 可是 他并没有发现天雷呀 对方是怎么破掉的呢 仅仅是凭借着 一些神兽的幻影吗 魔蝶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 他也没发现 轮回眼的存在 他只感受到 一股神秘的力量 击碎了他的梦境 这个时候 九头虫却是笑道 放心吧 虽然你失败了 但是我却成功了 他必败无疑 古老的电雨之中 林轩收回了手掌 前方的世界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痕 这梦境 是被他给破掉了 他收回了手掌 他准备探查一下 究竟是何方神圣 再动手 他的目光 就如同神剑一般 望穿了天地 同时 他动用天道印 形成了天神之眼 笼罩了整个世界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身形一晃 眼前一黑 差点倒下去 怎么回事啊 林轩面色大变 刚才那一瞬间 他感受到 他的力量 似乎瞬间消失了 只有那么一瞬间 但是 却让他如遭雷击 他受伤了吗 不应该啊 他已经破掉了幻属 怎么可能还受伤了 林轩低头望向了体魄 发现他的身体之上 竟然出现了一些 黑色的纹路 起初 只是几个符纹 没多久 便越来越多 朝着全身笼罩而去 这些黑色的纹路之中 带着极其可怕的气息 正是这些黑色的纹路 让他之前的力量消失 让他发晕 他感觉到 他的身体在变弱 他的生命气息 在下降 他确实受伤了 这手段 和之前的梦境 完全不一样 不止一个人在动手 有两个神秘的强者 在动手 林轩冷哼一声 体内的龙脉轰鸣 一道道龙影出现 他的身上 发出了阵阵咆哮之声 强大的力量 想要除掉这些黑色的符文 九头虫冷笑一声 反击了吗 没有用 我的手段 不是你能够破掉的 即便 你是太虚龙族的强者 又如何 就算对方 拿着天道之雷轰击 恐怕也无法磨灭 他的力量 乖乖地灰飞烟灭吧 另外一边 林轩皱起了眉头 他发现 确实没有用 黑色的符文 并没有消失 好神秘的力量啊 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他一声怒喝 雷来 九天之上的雷霆 落了下来 笼罩了他的宫殿 仿佛化成了一片雷海 朱雀星上面的舞者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也是震惊 他们没有多想 他们并不认为 有人敢来这里动手 在他们看来 林轩应该是 借助天雷的力量 来修炼吧 天道之雷 极其的可怕 可以破灭一切 落在他的身上 让他的混沌体 都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可是 上面的黑色符文 并没有消失 在这里的计划 我会破灭一切 有什么东西 我会破灭一切